美方的有关说法 歪曲历史 扭曲事实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是谁又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答案就是他 战人后首方亚洲 美国总统拜登不仅刻意绕过中国 还狂踩中国红线 让汪文斌讲到激动处当场点歌 我们奉劝美方 听一听中国一首筷炙人口的老歌 朋友来了 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他的有猎枪 被汪文斌点播的老歌就是这一首 朋友来了 有好酒 这首历史超过一甲子的中国爱独歌曲 完全展现战狼特色 拜登听到了吗 面对记者逼问拜登来一个视而不见 但这可不代表美方顾忌中国的过度反应 事实上不光是拜登 就连前前前任美国总统小布希 也速度表达挺台立场 对比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 究竟谁才是歌词中的才狼 事实会说话 三里新闻综合报导 明镜very embora 明镜 dez着 杨幻影 quien的 pend卖 表他会 superior attorney多復别 事实上 经常 信 поч